如觉法师,生命中的福与祸,与每个人身与心的行为有关。 有些人在生活中,当遭受挫折与苦难时无法接受,认为自己不该有此遭遇,总会羡慕他人的一帆风顺。 佛教认为,每个人生命中福与祸的重重遭遇,皆与每个人身与心的行为有关。 佛陀在《法句辟语经》中开示,比夫染人,如尽臭物,见迷习非,不觉成恶。 贤夫染人,如妇相勋,尽至习善,行成方解。 大义是说,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莫有智慧,常尽恶友,久则沾染恶习,不觉其恶,则离苦暴不远。 反之,如果一个人常怀慈悲与智慧,乐行善业,则如染香之人,久则自有香气,自然福报增长。 平常生活中,若你接触的是慈悲、善业时,在不断熏习善行的过程中,则善业与福报日增,心也更加清净柔和。 但是,如果你接触的都是沙道银等十恶行时,则会在不知不觉夜暴增长,最终自受其苦殃。 佛陀说,夫物本境,皆由因缘,以兴罪福,尽贤明则道易隆,有余暗则殃罪真。 补充,多念佛,读经,读圣贤书,自然人的思想,行为欲正向,欲有福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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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